中华民国是五权分立的一个国家 那到底现在要改成三权分立吗 废考间这件事情 在国民党 在民进党 其实党内都有不同的声音 我们先来看看民进党 执政党的部分 今天监察院院长陈菊自己出来讲说 三权分立的理想没有改变 所以全力支持 透过修宪来废监察院 他自己在监察院他这样讲 所以我深入虎穴 我要把这个地方给终结吗 可是他已经做了很久了 还没有去修宪 那他既然已经这样讲了 那民进党自己内心真正的想法 或是党内真正的走向是什么呢 我们看到前一阵子在立法院 陈庭飞他率领了30位绿委联署要废考间 可是总召柯建民打枪 所以没有处理 某种程度也撤案了 那现在陈菊跳出来说 要全力支持废考间 所以民进党内部的分歧 到底由谁来定调呢 那赖清德作为党主席 他存心让党内继续来厮杀吗 这个我们看不懂 不过说到立法院 昨天下午有一场朝野协商 为的是人民进法补偿 看起来也是吵翻天 我们看到媒体的标题是这样下的 韩国瑜好柯建民说 你嘴巴闭着 真的这么凶吗 我们来看看现场 韩国瑜到底有没有大吼 我个人认为没有大吼 大家刚刚也看到了 其实他蛮耐着性子 在跟老柯周旋 从头到尾这个协商 我大概看了一半 我没有全部看完 老柯从头到尾都在murmur 都在讲话 都在打断别人 都在发言 必须这样讲 所以我们看到 过去如果以韩国瑜 年轻时候的脾气 你看他过去曾经 全武航 为了荣民改革的预算 甩了陈水扁立委 当时的立委一巴掌 还有翻桌 所以他是不是在强忍 强忍着这个 更进一步的这个动作呢 那必须说 这个原民的禁法补偿协议 其实也是撒钱 其实也是给补偿 那高清素媒就呛柯建民说 你这句话让我心很冷 高清素媒的原文是这样讲 他说他在5月3号 有拿草野协商的结论 给柯建民 那柯建民回他说 你的条例我很清楚 政府花太多钱了 这个会花政府很多钱 我都不会签 每个人都需要争取经费 里长要 原住民也要 可是到底要怎么分配 那当然是要有 有智慧的人来分配 那我们再来看看 包括这个赖总统的任内 有特别预算加加起来 是2兆5500亿 许宇珍 国民党的立法委员就说 国家快破产了 你看过去 前瞻预算 海空战力提升 新式战机采购 新冠肺炎防疫 疫后强化任性 这么多 哪一项不是钱 所以你说他浪费 他撒钱 那站在不同的立场 不这样觉得 如果我是原住民 我觉得这怎么会是撒钱呢 你应该给我补偿 我是村里长 我觉得你应该要给我钱 所以到底这个不同立场的人 讲的是不同的话 那折冲的人到底是谁 不过我们先来看看韩国瑜 刚刚既然提到了韩国瑜 他在立法院的表现 有人拍手觉得很棒 也有人觉得他不中立 那我们看到 现在媒体上面有一个操作 或是讯息出来 前两天开始 由名嘴的嘴里讲出来 包括就在讲说韩国瑜 可能要争取国民党的主席 或者是说他有指定代打 有指定的代理人 包括邱明玉讲 传出李乾隆 劝禁管中民要打出国民党的新清流 而韩国瑜要推派周席伟积极布局 那韩半昨天深夜 蛮不寻常的 很晚很晚 发给我们媒体一个讯息说 韩国瑜自从担任立法院院长之后 就非常专注院内的事务 没有要干涉党务 这些都是子虚乌有的 我们必须讲国民党的这个党主席之争 或者是改选 其实只剩只剩下一年四个月了 好像各方都有势力在暗潮汹涌 那未来呢 未来朱立伦要继续当吗 还有侯友宜也是一个潜在的人选吗 这都是再战2028或是2026的序曲 来 先请叫王委员 我想先讲一下党主席的问题 其实说实在 我觉得我们现在很多的事情 比如说国会改革法案 那么还有就是说 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去立委 可能面临这个什么大罢免时代 遍地风火的来罢免 或者是说我们现在立法院 有一个很重要的法案 而且是我们地方县市 非常重视的才华法的修正 因为现在行政院不愿意修 因为中央才不愿意分钱给你 其实有很多的事情 我真的觉得 这个是需要我们党中央跟党团 一起来合作来做的 如果说今天还有人说 为了想明年的党主席的选举 谁跟谁结盟 谁跟谁结盟 我觉得你们都在做一些春秋大梦 因为如果说我们这些重要的法案 或重要的事情没有处理好的话 我不认为说大家会支持在这个时候 来做什么结盟不结盟 好那回到为什么韩国瑜在昨天深夜 叫立刻发声明稿呢 其实你可以看到韩国瑜到立法院之后 他其实一直要努力地去维持一个行政 就是他的意识要中立的 你可以看到有的是在之前不是还有一些国民党立委 并没有这么体谅 他这么努力地要把它维持一个意识中立的角色 而另外一方面 他另外一只手又来搞这个党主席 到底是谁结盟 他要支持谁的话 那更容易落人画饼 我真的觉得这个可能是媒体传出来的 这种说法我真的觉得 不晓得是哪里跑出来 因为对韩国瑜来讲 你可以看到他光是一个朝野协商 他就焦头烂耳 他常忍住自己的脾气 按照他的个性的话 他可能就要想到那个科技人面前 翻桌子可能把那一圈打过去 他过去三十年前的韩国瑜是这样子 他年轻的时候的确是这样 你在干什么 他讲你看他那个心非常非常不高兴 到现在还有没有主席 意思就是说你把我放在哪里 你真的认为现在是没有主席状态 你自己爱讲什么就讲什么 其实这个话已经非常重 但是你可以看到他那个语气 他尽量把他变得很平和 你觉得好像不是很冲的语气 可是这个话意思就是说 你真的你把老子放在哪里的感觉 你可以看到柯建民就是这么嚣张 所以我认为他真的已经 并没有什么时间或者什么精力 还在那边说我来运筹帷幄 来在那边当什么这个 什么一个幕后的黑手来玩弄 或者是来布局当做一些选举 我不认为他现在有这样的精力 或者有这样的意愿 那至于就是说要不要被监察院的问题 我认为这个陈清飞 他是一个自走炮 因为在他里面虽然有29个立委帮他 那个联署 没有三长 没有三长就代表他不是一个党团的版本 所以他立刻被这个柯建民喊听 可是有趣的是今天陈菊跳出来说 我支持我支持三权分立 我支持你们修宪废考肩 陈菊你不要光在嘴巴上说支持 你现在立刻辞职嘛 对不对 我觉得我很生气 这个监察院根本不应该存在 我在这边也没什么意思 对不对 根本他是那个什么 在宪法上 你这个是毁宪乱政的 你也可以这样讲 你不最想毁宪乱政吗 你就不要干 你就率先辞职 表达你坚定支持的意思 那你现在根本都没有 口会而实不是讲讲而已 来 林俊兄 我觉得现在去延伸 国民党党主席的选举 确实因为 外界当然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包含不要讲说只有韩国瑜 连傅昆奇很多人在揣测 说他是不是也有这个想法 或什么 我觉得问题就在于是 比如说以韩国瑜来讲 我觉得他现在真正最大的问题 是你刚刚放那一段很有趣 因为大家不会知道协商 到底发生什么事 因为不会每天 大家盯着国会频道 如果这是一个真实的 协商的一个现况 看起来是 那他不是一个完整版 但我认为韩国瑜 现在最大的挑战是 他必须要处理好立法院 如果立法院你处理不好 你很难说我还要再做什么事情 再来就是 昨天的那个声明 其实我看了 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一块 因为大家都希望 立法院院长 要能够保持行政总理 所以为什么是包含说 在党团运作里面 你看那一天 他不过就签了一个花东三法 他不是跟着联署吗 然后一大堆人就质疑他说 你违反什么议长中立 他现在做了很多事情 我相信会被放大来看 所以如果他现在 如果他真的有一个想法说 我要去弄国民党党主席 我觉得他是把自己 把立法院院长这个位置 把它给做低而且做小 甚至会让大家觉得说 你根本不适格 所以我刚刚讲说 他的战场现在是在立法院 所以不去连结说 他现在就是要去弄一个党主席 甚至要去跟大家拉帮结派 就现实层面来看 我认为那个几率 真的非常的不大 因为只要有 按照现在政党里面 没有秘密的状态 风声都会出来 所以我觉得回来看 就是说 对于国民党自己本身来讲 现在如何去 好好的面对立法院 其实像我昨天在 广播跟宏伟姐 前天我访问他 我其实就肯定国民党在这一次里面 比如说你的统筹分配款的法案 因为你希望政府提出你的对案 你希望民进党提出对案 大家进入到委员会里面来 好好的讨论 这就是一个好的意识攻防 而不是大家说 我不要你讲话 我会说 其实这一点我反而肯定国民党 在这一次的这个法案里面 修改的做法 来 请教辉文 这个刚刚王衡委委员批评 陈廷飞的联署 没有党团三长 是真的没有 罗志强的联署有党团三长 我看也没有 而且很好玩 陈廷飞联署三四个 罗志强办公室公布的是12个 这个前置 因为你要在院会提案 我想任俊兄的联署 要15个人才能提案 你签12个是什么意思 故意少三个 好了 我也不跟罗志强计较了 修宪的门槛是85 要85是立委同意才有办法 出立法院去公投 所以到底是不是修宪废考鉴 柯建民讲的 这不是最优先 柯建民说什么 现在也没这个题目 我当然听柯建民的 我干嘛去听你们这些人讲的 至于陈局讲的 这个前置你可以去搜索 搜寻 看我讲的真的 陈局他当年被蔡总统提名 监察院长的时候 罗志强他们就闹过了 在立法院那时候就闹 然后什么 一千多个警察去什么 去维持秩序什么的 陈局的立场没有变过 他虽然去当监察院长 可是他的立场本来就是要 非监察院 他也没改过 所以去讲陈局这个我觉得不公平 我最后讲一下你讲的这个媒体人 名字我就不讲了 他说韩国瑜要派周席委 韩国瑜办公室否认 对不对 那我请问这个媒体人 你有去做查证吗 你有平衡吗 你报这种料 你跟王毅川有什么不一样 你跟王安小吉有什么不一样 我就讲说国民党主席 韩国瑜要推周席委去当代理人 有吗 那韩国瑜就否认了 那不是就我刚问前迟的 明嘴乱讲话 观众朋友在我们节目画面的右下方 您可以看到这个QR Code 只要拿起手机对准扫描 下载之后就可以一手掌握TVBS新闻 和我们一起发挥监督的力量 20秒之后 新闻大白话 准时回来